動作開始有問題 那接著大概兩分鐘就到了 校復用騎腳踏車 他從那邊趕快騎腳踏車過來 很快啊 那個女生校復馬上看 他要檢查了 翻過去 馬上做CPR 那當初這位學生 在上體育課的時候 老師有特別提示 提示這個 如果說身體狀況有欠佳 或是不適合來跑步的話 可以不用來做跑步測驗 那這位同學當下的話是沒有做反應 他認為可以 那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先熱身跑步的時候 跑到第二圈 我們這位同學的話 他突然間就倒地 那同學發現以後 那馬上老師也在場 馬上通知 在場老師 來進來看看學生 另外馬上通知我們的衛生室 那要找這個護理師 那護理師正巧 正在我們的教官室 在貼那個 執行公募 在貼我們的疫苗的海報 那他接到訊號以後 訊息以後馬上一分鐘 馬上趕到現場 做處理 先做CPR 那另外的話 再請 請那個救護車趕快做定位 那他隨後馬上跟著救護車 把學生送到 我們園林基督教醫院 來做緊急的一個急救 所以這一分鐘之內 到底不是十分鐘 不可能 學校只有兩百公尺的操場 而且有其他班級在上課 所以說這個十分鐘 是絕對不可能 我們依照常識來想 就不可能 後患我覺得說 可能他的訊號 資訊是錯誤的 甚至的話有 說實在的話 我們是非常不能忍受 因為我們現場也有錄影帶 如果說事實的話 我們都可以根據錄影帶來說話 那怎麼可以用這種 無根無據的話 添油加醋的方式 去誤昧學校 好